要想别墅靠大海 乘风破浪收海带 各位点个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对于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几十年的老海王们来说 他们自己夜观天象 都要比天气预报准确得多 风高浪急 航行海上 工人们会在漂浮间各司其职 马耳不乱 跟大海进行博弈 说起海带 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它的成长历程 当然 这里指的是人工养殖的海带 它们一般生长在绳索或者竹材上 当海带还是小苗的时候 需要按照一定的密度 规格夹在苗绳上 夹苗可以说是海带养殖中最重要的一环 夹苗的力度 密度都需要把握精准 稍有差池 海带就会掉落海里 形成小菜 这一步基本上都是需要人工完成的 海带的收割也只能靠手工 海带的浮球在海上排列有序 浮球下埋伏着海带 一条条向下倒垂生长 在海水中浪了六个月后 海带就成年了 在小西洋岛与世隔绝的庇护下 这里的巨型海带最长可达七米 一串串近两百斤的海带 从海水中被吊起 收割就已完成 海王就要上岸 准备接下来更重要的时刻 沙滩的两头各有一座小山 山间在人工开凿的平面上 矗立着铁柱旁 焊着可供攀登的铁圈 顶端拉一根钢丝绳固定在岩石间 这样就可以把海带从海面直接拉到山上 上了岸的海带 开始了躺平的咸鱼生活 此刻山上最轻松的 莫过于享受着日光浴的海带了 两天的北风一刮 海带也就变成了我们常吃的那个样子了 晒干的海带将会有一层白色的粉末渗出带片 这就是甘露醇 同时也是海带品质的象征 知道海带为什么要打成结吗 因为海带表面有赫岛胶等物质 浴水变得很滑 不容易夹取 把它打个结就会方便很多 海带中富含骨氨基酸 是胃精的主要成分 世界上的第一粒胃精 就是从海带中提炼出来的 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便可以达到最高级的味觉享受 海带 玉米 胡萝卜 排骨 开火慢炖 唐鲜味美 肉烂脱骨 从海中到口中 这一口天然的鲜美 足以为及辛苦一天的疲惫 即便这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享受自己亲手养殖的海带 哪有什么能比得上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的快乐 又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简单而平淡的幸福呢 小西洋岛有两个大岛组成 中间以沙滩相连 如果能在这里建造一个大别野 那小日子可得是正经不错 咱就是说海景房可是多少人的梦想 可这里的人们生来就享有这份美好 这里有世外桃源般的海岛生活 这里的人们脚踏实际地过好每一天 感受着最简单朴实的快乐 谁都想在生活里浪 可浪也得有浪的资本 正如这随波漂流的海带 只要根实坚定地 任凭着风吹雨打 也不会动摇一分一毫 对生活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追求 自然就会有收获 即使有一天不得不躺平做咸鱼 也要坚守住自己身上 那么哪怕一点点的闪光点 那么特别恭喜你 做咸鱼都是最有分量的那一条